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切斯 我的新决定 说实话,当我看见破莱可西获得奖章的时候,我心里羞愧极了 从上幼儿园到现在,我还一次奖章也没有得到过呢 而且我发现,我最近学习不如以前用功了 老师同学们似乎也不大喜欢我了 我自己在做完功课后玩耍的时候,也不觉得开心了 以前,每当我做完作业的时候,总是能够尽情地蹦呀跳呀,玩得忘乎所以 然而现在,即使和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吃饭,我也感觉不到开心 我的心里一直笼罩着一团阴影似的,还总有一个声音时刻提醒我 爱丽科,你该醒醒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每天晚上,我都会看见一群孩子和一大群工人从广场上走过 虽然他们的脸上都流露出了非常疲倦的神情 但是,他们仍然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一边说着笑着,一边迈着轻快的步伐 一看见这些孩子,我就禁不住会想 多可怜的孩子们啊,他们每天都要干那些成年人干的活 他们或者在屋顶上,或者在车间,或者在林子里 总之,他们都在辛苦地劳作,而我在干些什么呢? 我只是极不情愿地写完作业交给老师敷衍了事 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会涌起一阵难过与羞愧 我知道,父亲对我这一段时间的表现也越来越不满意了 有好几次,他都想对我说点什么,但后来他忍住了,什么也没有说 我想,或许他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找我谈谈 或许他想多给我点时间,好让我自己意识到这件事情 啊,我亲爱的父亲啊,他一个人那么辛苦地工作 家里面的一切,我触摸到的每一样东西,我吃的任何一种食物 我受到的学校教育,这些都是他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呀 而我自己什么也不会干,却还总是让父亲操心,给他增加负担 这怎么能行呢,这对父亲太不公平了 我决定从今天开始,要像四代地那样用功学习 我要把自己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我要早起晚睡,我要马不停蹄地学习 总之,我不能再敷衍自己,也不能再敷衍自己的老师和父母了 我要拿出十倍百倍的信心来奋发学习 请不吝点赞